随着韩国第六十届白响大赏正式开启 宋慧桥和宋仲基又一次携手登上热搜 大家对这对前夫妻离婚五年后 首次同场活动又期待又忐忑 宋仲基入为了电影男配角奖项 没能获奖全程陪跑 期间宋慧桥没有出现 双宋离婚后同框蒙成了泡影 但是要说双宋彻底没了缘分 倒也没那么决绝 因为二人确实同场了 还有点隔空同框的意思 和宋慧桥一起颁奖的老演员 和宋仲基合作过 两个人在台上公布奖项的时候 宋仲基也没有离场 一直在台下看着 就是韩国导播没敢吃瓜而已 还好 虽说韩国导播不懂事 但是整场韩国白响大赏 可不光有双宋可以围观 要知道宋慧桥的前任 可是不止一个去了现场 除了前夫宋仲基 还有前男友李炳宪 甚至还有前绯闻对象朴宝剑 宋慧桥已业集齐了三个前任 有人来白响大赏当嘉宾 有人在白响大赏做主持 相较于一别两宽的宋仲基 其实李炳宪和朴宝剑才会让宋慧桥 陷入真正的尴尬 分分钟让外界想起他混乱的过往 宋慧桥vs李炳宪 首位公开承认男友 一度爆出性丑玩 与宋仲基结婚之前 宋慧桥在韩语圈一项 有私生活复杂的争议 也是因为他每拍一部戏就和男主角爆恋情 一度还有铁打的宋慧桥 流水的韩剧男神的说法 可见宋慧桥私生活绯闻之多 只不过明面上 宋慧桥只承认过三段恋情 除了宋仲基和玄宾 剩下那一位就是李炳宪 他也是宋慧桥首位公开承认的男友 二人2003年爆出恋情 2004年就分手了 如此火速分手 也让外界十分好奇宋慧桥和李炳宪的关系 这些年媒体一直称李炳宪是伤害宋慧桥最深的前任 甚至在近20年后 宋慧桥还因为李炳宪的存在卷入了性丑玩 没错 今年爆出的宋慧桥与财阀两三十 就有爆料称中间人是李炳宪 实际上 宋慧桥和李炳宪分手当下 韩网就有爆料称 二人分手是因为宋慧桥受不了李炳宪的某些手段 当然 以上爆料都没有得到过当事人验证 同样不可否认 当大家看到宋慧桥和李炳宪同时出现 想到的不会是他们的甜蜜过往 而是那些不堪入目的传闻 宋慧桥vs朴宝剑 唯一一位婚内妃闻对象 双宋离婚前哨战 每一次盘点宋慧桥情史 总说他有过七段绯闻三位前任 从李昌勋到宋成县 从任到裴永俊 还有赵银成 江洞源 车银忧 数来数去 总是会落下嫖宝剑 可能也是因为他的存在让双宋都很尴尬 2018年 宋慧桥和嫖宝剑合作了韩剧男朋友 这部剧是宋慧桥婚后首次拍戏 也是他婚内唯一拍摄的偶像剧 调宝剑也成了宋慧桥婚后首位 也是唯一一位绯闻对象 也是在2018年 有了双宋要离婚的消息 那时候 谁也不相信双宋会离婚 宋慧桥和嫖宝剑 又是被报共度一夜 又是被报同游日本 还有宋仲基监控桌舰二人的消息传出 每一次双宋都坚决否认 然后2019年 他们离婚了 之前声称宋慧桥出轨 嫖宝剑导致双宋离婚的爆料 怎么全部成了半个预言地 双宋确实离婚了 那么宋慧桥出轨嫖宝剑的事 是不是真的呢 除了他们本人 没有人知道 不少网友也提到 这一次韩国百想大赏 出席的男星 不仅有宋慧桥的前任们 还有一系列他近期合作对象 只是经历过婚姻的宋慧桥 似乎彻底失去了那些世俗的欲望 没有和这一批新人们传出绯闻 也算是提前避免了 未来和他们同况的尴尬了 娱乐圈向来少不了热搜 而在近期的百想大赏上 最让人期待的 莫过于双宋同桥 毕竟这么多年以来 双宋一直都是大家心中的 一对金铜玉米 而他们的离婚 也是让许多人感到意外 一直以来 无论是什么样的状况 网友都希望能看到 双宋甜蜜的瞬间 可是这一次的 百想大赏上 虽然他们有出现在 同一个舞台上 可是 却只有宋仲基在前台 而宋慧桥只能抱着奖杯上台 露出了背影 原本以为可以有一个惊喜的同框 也可以让外界看到他们之间 即使是离婚了 还是可以很好的相处 可是却成了破梗 只有宋仲基在甜蜜微笑 而宋慧桥 却只有无法触及的背影 原本还有些期待的网友 看到这一幕之后 也只能感慨 原来 连同框这么简单的事情 都做不到了 而在整个百想大赏的过程中 网友也是很有想象力 他们觉得 或许是主持人和其他嘉宾 没有把握好距离 才会出现这一幕 导致宋慧桥无法同框 而事实上 在去年的百想大赏上 宋慧桥和宋仲基 还是有同框的 当时还是很多人的心讨好 而这一次 却只有空档的无奈 也或许是因为离婚的缘故 才会有了这一幕背影 当然 也有不少网友 觉得这样的安排 或许也是有些影视的成分在里面 所谓的背影离婚 在很多人眼中 已经成了一种符号 也是对感情的一种无奈 而既然是离婚 即使是同框 也未必是好事 或许有些无法触碰的事情 也是有存在的价值 只是 很多人 并不擅长去感受 虽说在这一次的百想大赏上 还是有一些惋惜的空档 也没有出现双送同框的瞬间 但是 其实也是有一些华丽的同框 只不过 有些同框 是让人有些尴尬的 毕竟在现实生活中 感情的事 向来就是扑朔迷离 原本以为 可以在百想大赏上 看到前夫妻的同框 反而是其他的嘉宾 和一些老演员 出现了同框 而在这个过程中 宋仲基也是有所表现的 可以看到 他一直在台下看着 而一直陪伴在宋慧桥身边的李炳县 也是有出现在百想大赏的现场 这样的华丽同框 反而让人有些尴尬 毕竟 这是离婚之后的第一次同框 也是无法触碰的同框 而在现场 除了李炳县之外 还有朴宝剑的加入 可以说 除了离婚的背影 其他的同框 反而多了一些无法触碰的尴尬 可以想象 身为女主角的宋慧桥 一定很有压力 在这样的现场之中 也很有可能是被其他人 传递着一些信息 只是 很多事情 外人是很难真正理解的 也只能是站在旁观者的身份 去感受其中的酸楚 而在这场背影离婚之后 或许还有一些脚步匆匆 要说感情的是 在娱乐圈中 从来就不缺少什么戏剧性 而在这一次的白想大赏上 是前任同框 也成了很多人 津津乐道的谈子 而站在明星的角度来看 前任同框 对他们来说 或许也有一些无奈和酸楚 在整个白想大赏的现场之中 可以看到 除了宋慧桥之外 还有很多的明星 也是有着前任同框的情节 比如说李炳献 以及朴宝剑 可以说 这一次的白想大赏 简直就是一个前任的集合的 而站在众人的角度来看 这样的同框 自然是很有谈赐的 其实 对于一般的人来说 可能会觉得 前任同框 简直就是一种剧情破绽 或者是一种巧合 而对于明星来说 或许也是一种无法触碰的酸楚 既然是前任 自然是有着曾经的故事 在现实生活中 也未必能想象那么简单 尤其是李炳献和朴宝剑来说 他们不仅仅是前任 还可能带有其他的标签 比如说绯闻对象 或者是被牵扯的离婚风波 可以想象 当他们出现在白想大赏的现场之上 一定也是接受着各种目光和猜测 而对于宋慧桥来说 这样的同框 也是有着一些隐藏的无奈和酸楚 无论是李炳献还是朴宝剑 他们的出现或多或少 都会勾起一些人的回忆 会让人想起一些不堪入目的传闻 而站在宋慧桥的角度来看 或许这样的同框 也是一种试炼 也是一种考验 毕竟感情的事 并不是谁都可以完美处理的 而所谓的无法触碰 或许也是一种暗示吧 谢谢大家